二十六日晚間是林佑佳大喜之日 她迎娶了相戀兩年的Kiki丁文綺 林佑佳以一身帥氣西裝登場 新娘Kiki則是以一身白色透視婚紗 浪漫健身 男人恩愛牽手發言暖褲單身狗 我本身有料到 就是大家會叫我們接吻 但是我們比較害羞 我們會三個角度各親一次 大家 所以大家自己捕捉 人生沒有第二次宣布金曲歌王的時候 請珍惜機會 有心難關佑佳還自嘲 自己沒得金曲獎實在太可愛了 沒有拿到那個獎 所以回到家的時候 她就哭了 她掉眼淚 因為她覺得我拿到那個獎 會很開心這樣子 雖然沒有拿到那個 可能會讓我開心好一陣子的獎 可是今天呢 我娶到一個只要我好好善待她 她要挑一輩子的人 所以 我是很開心的 謝謝太太 雖然她沒有得金曲獎 可是我知道就是除了評審以外的人 都是投票給她的 所以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劉老婆這個最大的粉絲 相信又加下回鐵地可以戰武不勝 而這回重量級嘉賓 師姐SHE也開心到場參加 這也是Ella產後付出第一次公開亮相 我祝福她們兩個趕快就是有愛的結晶 因為我真的覺得她們兩個真的很適合趕快生個孩子 希望她們一直像 永遠都像此刻一樣 這麼地相愛這麼地體貼對方 然後為著對方著想 然後讓彼此幸福一輩子 祝福她們 那個 生意打小孩順利 生意打 生意打 妳們今天合理很生意 她們都傳說在生死地吧 保持規律的 對 保持規律的 驚奇狀態 那個 保持高漲的 的 的欲望 享受 妳知道每個moment 妳知道嗎 不管有沒有中 每個刀下都要 Enjoy it 享受 OK 不要為了只是生意打 對不對 不要為了生而生 好不好 不要成為Machine 對 世界們這搞笑的發言 還希望佑嘉參考參考了 在演藝圈有好人員的她們 讓許多藝人都特地提示 到場參加 獻上祝福 可以娶到KIKI這個好妻子 對 就是讓佑嘉爽到了 祝她們百年好合 然後生意打孩子 恭喜 很開心可以來參加這個 這個幸福的時刻 然後也恭喜她們 希望她們 榮譽愛和 又加努力拼一打